公元986年,北宋王朝的统治者宋太宗赵光义下定决心要向北方的辽国发动进攻,这场被史书称为雍西北伐的战役,标志着宋辽两大强国在北方边境地区的军事对峙正式拉开序幕,当时的宋朝正值国力建强,而辽国则因为辽景宗的突然驾崩而陷入动荡,宋太宗自然看准了这个时机,决心承虚而入,收复失地,于是他调集大军,向北方边境发起了进攻。 一开始,宋军的进攻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几路大军迅速攻克了印州、云州等重要城市,让辽军节节败退,但就在这时,宋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